AOC在推特上面发布了一系列的堕胎指南 来教那些身处红州的怀孕女性如何使用药物来堕胎 他在推特上面发布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专门提供堕胎药来帮助怀孕妇女堕胎的 在这个网站上面列出了很多这个网站会送药的地区 那第一栏就写着那些没有禁止堕胎的州 比如说像是加州啊等等 说可以为在这些地区的女性提供米菲丝酮和米索前列唇的堕胎药 那么在下面的第二栏呢紧接着就写到说 如果要是在美国的其他州 言下之意就是那些有堕胎禁令的州 要怎么拿到这些堕胎药呢 他们想出了一个逃避法律责任的办法 说如果你身处红州 那么就要让欧洲的医生给你来开堕胎的处方药 然后再由印度的药店开药出来 大概要花两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快递就会把这样一个堕胎药送到你们家的门口 那这样的费用呢是在95欧元或者是在110美元之内 之后下面还写了一行字说 如果你负担不起这笔金额 请告诉我们 我们将努力的找到解决方案 哇 真是慈善机构呢 为了帮助女人杀死自己的小孩 不惜用这样迂回的战术 动用国外力量来达到目的 那口服的堕胎药真的安全吗 在这个网站上我看到了一个极其恶心的视频 是教那些买了堕胎药的孕妇 拿到这个药之后应该怎么试试 Do you have an unwanted pregnancy of less than nine weeks? A medical abortion works in 99% of cases When you receive the abortion pills Please follow these steps First, swallow the tablet of Mephyprisone 24 hours later Put four pills of Misoprosil under your tongue And keep the tablets there for at least 30 minutes You can swallow your saliva But avoid eating or drinking While the tablets are dissolving After 30 minutes You can spit out any remains of the pills Three hours later Put two pills of Misoprosil under your tongue And keep the tablets there for at least 30 minutes Usually bleeding starts after four to six hours After the first dose of Misoprosil But it can start as early as after one hour But sometimes only after 12 to 24 hours You may experience pain, cramping, bleeding That is heavier than a menstruation with blood clots Women can also have nausea, vomiting, diarrhea, and chills After three weeks, take a pregnancy test To confirm the pregnancy has ended If you have any of the following signs of a complication You should immediately go to the doctor Heavy bleeding Bleeding that fills more than two regular maxi pads per hour for two hours or more Fever 39 degrees celsius at any point Or 38 degrees celsius that continues for more than 24 hours Strong or persistent pain that does not go away within a few days after the abortion And even after you take painkillers If you go to the hospital You can tell the doctors you think you had a miscarriage The symptoms and treatment are the same for miscarriage or abortion 我不知道你看了之后是什么感觉 我好害怕 在视频的结尾 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女生还说 说如果你有服用药物 要是有不舒服 你要去看医生的话 那你就跟医生说 你是不小心流产的 因为流产和堕胎的症状都是一样的 对 因为都是死人了 所以孕妇产生的症状会是一样的 那么这不仅仅是对杀死的小孩的不负责任 这更是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任 My body my choice 我的身体我的选择 这就是这些人的选择吗 宁可选择用这样伤害自己 又杀人的方式 也不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以及一个被祝福的孩子吗 AOC作为国会议员 居然在鼓励犯罪 而且还帮这些人找到一个什么 境外可以邮寄药物的网站 很多保守派的人一直都会在这个堕胎法案里面强调说 你们都误会我们了 虽然大法官呢做出了这样的裁决 但是保守派的州没有不让你堕胎呀 只不过是有限制而已呀 被强奸了 你们还是可以照样去堕胎呀 我们不需要承认他们的ideology 生命就是生命 杀人就是杀人 在杀死人这个问题的立场上面并不需要为了讨好 或者是不得罪人 或者是避免被骂 去改变你的说法 我知道 很多事情发生的缘由非常复杂 很糟糕 但是 一次错误 再加上另外一次错误 不能够复复得正 只会让已经是受害者的女生 遭受二次伤害 甚至造成永久的身体和心理的疾病 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强调 人皆生而平等 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包括生命 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人皆生而平等 生命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产生了 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 不管你的出身是如何 不管你的父母是谁 不管你是贫穷或者你是富贵 不管你妈妈是不是当初被强奸了之后 然后怀了你 不管你这个人是否残疾 全部的生命都是神赋予每一个人不可剥夺的生命权 这些生命跟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区别 他们也都应该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选择生命而不是选择死亡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 在左派的人身威胁和充满咒诅的游行下 并没有影响到大法官对于堕胎案最终的判决 哪怕是Brad Kavanaugh 是我们大家心中可能认为最软弱的那一位大法官 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判断 夏天是不是太无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和家欢乐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做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请你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参加圣夏园游会 在7月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今年的主题是种夏之梦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找到他们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他们造物组创造他们时候的方向 让人活得可以更有意义 更有目标 更丰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欢迎所有AI News的观众 西家带卷来参加 有丰盛的食物 饮料还有大人小孩都爱玩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包括现场乐团演奏 还有抽奖活动 我在这里真的是说不完 因为我当天也会在 因为那就是我的教会 地址是140West Lime Avenue Morobia California 91016 详细情形换一到Impact的网站 www.loveimpact.net 来了解更多 感谢观看